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长一机枪般的组合拳和恐怖的低扫终结低沉 从获得四届K1GP总冠军的他 由于技术十分全面 也被称作擂台上的完美先生 雷比邦加斯基 作为三人中最年轻的一位 不久前还活跃在自由国际的擂台上 由于极强的盘跳力和爆发力 非常善于以飞膝和高位腿发攻击退手 也被称作风翔的绅士 其独秀的擂台风格非常具观赏性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知名》 《知名》 我认为那个秘团的风格就算了 《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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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ike my fighting style and also the fact that I always try to make the right decision on the right moment. About Ernesto Holt and Rio Arz these guys were still legends, I mean if they were not there the K1 wouldn't be there so there was room for me to fight and I believe they are 有幾代大高漢堡的人 能展現到各種屬性的筏 И я感謝他們 我的比賽是 Xantino Verdeck 我希望他非常高 讓他爭取同麵比賽 那他成功比我上的 在我的最最棒的時間 我的比賽跟在Hander 他最好高的比賽 連 chegou到一個好球 這是很驚喜的比賽 给所有的粉丝 我希望你们会看到一个很严重的战争 特别是我的哥们 Cain和Fernando 他们会带你到Bonyaski的团队 他们会战斗 做弹劲和弹劲 他们会带你到这场战争 所以你们会看到一个很严重的战争 谢谢大家 曾经的薄熙传奇将带着各自旗下丁京高手 来到武林峰的擂台 与中国的薄熙新兴们展开精烈的对抗 精彩不容错过 展现中国力量 弘扬民族精神 传播中华文化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河南卫视 您现在收看的是正在直播的武林峰综合对抗赛 任何一项体育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明星在其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胡斯特 比塔兹 雷米 邦加斯基 这些在自由搏击迷心目当中大神奇的人物 今天率领着荷兰全新一代的年轻选手 联合目前世界上最著名的米吉诺拳馆的运动员一起 来到了河南 来到了武林峰 为我们带来武林峰和荷兰全新一代选手的强强对抗 那么也正是因为这些明星的出现和存在 他们带动了整个世界搏击产业的蝴蝶效益 今天的这场比赛应该说可以有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传奇 一个是传承 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场比赛 荷兰全新一代的年轻选手组成的 荷兰代表队 荷兰全新一代的年轻选手组成的 罗曼诺 昂德 尼利亚斯 希尔贝 贝尔兰多 维贝克 塞尔吉奥皮克 哈桑拓一 坤巴特 达米安 和整个世界的自由搏击 氛围相比中国的自由搏击 竞技武术发展得比较晚 但我们后来居上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了 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搏击 及搏击产业的蓬勃发展的地区 或者是国家 那么接下来我们又请 全新一代的中方代表队 他们是胡亚飞 孙维强 金英 黄丽 焦顾开 刘远 好光华 杨玉龙 雷鹏辉 陈雅泽 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和欢呼声 送为中国荷兰对阵双方 每一位武林工的观众 都是货真价实的权迷 在我们权迷心目当中 今天这三位大神偶像级的人物 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 我们有请胡子特 比特阿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武林峰做了非常棒的工作 我们非常希望能多次来到这里 也希望今天的选手好运 希望你们打得出很好的比赛 你好China I'm Raymond Banyansky And I hope WLF will continue doing this Because like Anastas said They're doing a great job And I'm hoping in the future It will be a very big organization Thank you 感谢你中国的观众 武林峰做了非常棒的一项责任 我们会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 武林峰会成为世界上最好最大的组织 好 今天的比赛即将开始 现场的朋友们 让我们用欢呼声 迎接这个激情夜晚的来临吧 好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看的是 河南卫视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 WR武林峰 环渡全王争霸赛 中和对抗赛 那么三位自由搏击界的传奇人物 带领着荷兰全新一代的年轻选手 那么来到武林峰 和中国的年轻一代的选手进行对抗 我们可以看到自由搏击 从传奇到传承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将进行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这是一场中国对荷兰男子 70公斤级对抗 我们有请本场比赛 红蓝方曾获得 WFC澳洲冠军 有请来自荷兰 罗曼诺 WFC澳洲冠军 我们欢迎罗曼诺 下面有请本场比赛红方来自大东翔双相炮 胡亚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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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和我搭档的一人 大家非常熟悉的著名的评论员 以及八七柔术推广人 王烟博老师 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欢迎各位来到我们9月30日的直播 我们综合对抗赛马上开始 然后这场比赛如王文强老师 胡亚飞 我们很多观众很熟悉 自己的个人风格很明显 远中距离的控制很好 近距离的拳法和连击能力 以及到后期的体能 是胡亚飞需要挺高的部分 好 现在双方的第一回合的比赛开始了 罗曼诺可是来自我们今天的荷兰三巨头 彼得阿兹的团队 1997年的选手 自己在Fighting Legend这个台行榜里边 目前是20胜0负的战绩 在我们给出的战绩是39胜4负 就是刚才呢 在比赛之前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了 今天呢 来到现场 他们的三位师傅 没错 他的师傅呢 是河南发布公彼达子 没错 应该说 拥有着犀利的这个腿法 同时呢 稍后呢 还会有玩家先生胡瑟 以及飞翼翔的投来人 雷米邦加斯基的 他们的高途登场 没错 我们今天的可谓是这个高途对决啊 胡亚飞在大东翔的第二代选手里面 可以说是嚼嚼者 双飞踢 也是自己的特色之一 并且在后期经过改良以后呢 胡亚飞的中距离的进攻 也变得比较犀利了 是 所以说这个 罗曼诺的这个教练雷米阿兹 也是以这个腿法著称 而这场比赛呢 我们也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 这个两位选手 在这个腿法的运动上的特点 比德阿兹目前已经50岁了 然后在前一段的 有一段际遇碰到他 给我展示了一下 他轻轻松松的低扫踢 然后我就在地下坐了大概20分钟 这个 他的高图啊 我们可以感受一下 这个低位的扫砍 像斧子一样 抡出来的这种扫砍踢 比如说刚才 王安某老师也给大家说了一下 亲身的经历 没错 就像铁块的插腿一样 其实呢 有的时候我们在观看的时候 觉得好像这个 你来我往 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但其实呢 这个打击率啊非常大 运动来说的痛苦也非常大 是的 职业和业余有这种天欠一般 无法预约的这个沟壑啊 在场上的红亚飞可以说 在进入最后国境内台之前 也是一位不错的反打选手 嗯 给大家介绍一下两位选手 红亚飞呢 是94年1米77 而罗伯嫩的是97年 升高的是1米82 哎没错 我们可以看到 对方比较比较高 是 你肩比较不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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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达阿兹在 呃讲授理念的时候呢 比达阿兹说 呃 腿法一定是 呃终结对方最好的方式之一 嗯 但永远不要把腿作为唯一的方式 是 呃 其实我们也都知道 在这个经济当中呢 还是要有不断的变化 多变得更多 才可能会造成这个很有效的打击 双手孤颈是不允许的 在我们的规则里 对 黄亚飞呢 更擅长打远中距离 但对方比他高这么多啊 自己的这个远中距离 可能也会被限制 对 这等于是自己的长相 被对方的这个 天然的条件给克制住 是的 你肩比较都很好啊 居然有这么大 呃 当年的比达阿兹和尔华姆仁的 这个重腿说 据说可以达到900公斤 这样的一个强度 是 所以说呢 我们一会儿看看 罗美诺是不是也能够展现出来 这种吸引的进攻 这局比赛还用7秒钟 可是当年的比达阿兹可是重量 这位选手是70公斤 级别不一样 在他们的级别里是有些中小级别 是的 一定会儿 无论 我为欸 你还慢 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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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过眼 现在 谁 说 你 说 安德拉伊勒斯特斯 比了一斯特斯 还冲发7 好 现在进行的是第二回合的较量 在第一回合 回阿斯队 对方打了两个交叉 整灯 吉嫂 再不打一次 这一下非常漂亮 我们看到了阿飞的招牌动作 对 没错 吉嫂对方上钩 胡亚飞的平板 因为胡亚飞更擅长的是左右平行的摆拳 一直以来他之所以不太擅长打 中距 这中近距离就是因为自己的拳路更选择更开阔的摆拳来进行 胡亚飞一直以来在自己的第二回合末段和第三回合是胡亚飞的弱项 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这个前半场给自己确立优势 是的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罗布诺他的进攻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打局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对方做了一个电锡的这种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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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很高端的技术 胡亚飞的小腿可能会被杠出一个这个补的金包 走 这一下是非常好的抓到了一个冲当 实际把握的非常的准 这个狙击 然后对方的前摆击中了胡亚飞 走踢 漂亮 张飞7 打到了胡亚飞的下巴 胡亚飞一定要抓主动啊不要等 是 对方那种长臂长腿又很擅长打这种主动进攻 对 因为对方的一反二的分高本来就是有优势的 而现在这个距离拉这么远 所以胡亚飞来说其实不占便宜 我们看这个罗曼诺很擅长猜胡亚飞的防御 对 在胡亚飞两手打开的时候上钩前就拉进去了 是 看他脚下有些猎气 挑戏这个个头加上那个柔韧性啊 胡亚飞要小心自己下巴 对这个还是比较难打的 下白 后白 打进来了 我们看对方猜的防御猜的很准 是 用自己的脚步的一动嘛 胡亚飞的防御整个上师跳动开 他整个带开了,是的 看龙龙龙这几下的防守比较差,是的 面对这样的选手,这种柔人性很好,身高要比你高 胡亚飞实际上是更应该去打击位或者中进距离的击辅 但好像胡亚飞并不擅长此道 主要是胡亚飞好像并没有太好的机会进去 然后去找对方的这个腹部的位置 针对的还是对方的头部这样子打起来会有点费力 他一直是向上在勾着打 我们刚才看到刚才在镜头里出现的就是这个边角,我们的L Hargers 这是第二回合的比赛,应该说看出来胡亚飞在第二回合当中还是遇到一些困难 是的 这样的一场比赛胡亚飞如果想打赢这场比赛一定要改变自己的方式 毕竟在目前看来对方还是更擅长打这种中距离或者中远距离的进攻 好 好 现在双方的听众到最后一个回合的效量了 这是胡亚飞最阵罗伯诺 胡亚飞在最后一回合实际上是自己的劣势局 我们看到很多次胡亚飞其实失利都是在最后一回合 其实失利都是在最后一回合 漂亮 漂亮 双飞踢 这个动作是不允许的 买特老师警告了 吕龙诺刚才也表示很懵 对 你怎么能用这种加净背部头的方式来欺负我呢 但是刚才我们看到胡亚飞的那个双飞踢并不是简简简单的这种主动进攻 而是等对方踢过来用自己的腿挡了一下 对就是从一个防守转换到进攻的这样整个一个状态 这是胡亚飞的双飞踢的一些真水我很喜欢 是 而且刚才的那一下呢是这个进步计分啊 刚才那个加净背部头不光不会被计分 还可能会被裁判产生不利的一项分 是 熊断扫踢 两次 低扫 看龙诺打的一人还是非常稳健 嗯 而且步伐也比较灵活 后手塞到 我们现在看到胡亚飞 眼神里边的坚定开始出现了 前刺 前后手 胡亚飞突然以手为攻改变了自己的态势 是 现在的这个状态完全变了 胡亚飞在控制场上的节奏和局面 没错 好了 我们前头给到了这个大东翔的赵世杰教练啊 已经 感觉自己都要冲上去了 是 哦 前摆 胡亚飞在第三回来 这一回来还是比较高的 对 呃 尤其是其实我们还一直说 说胡亚飞在第三回来当中可能会出现体能问题 嗯 但是其实现在他的整个的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 非常积极 在这场比赛之前的这个团队对他进行充分的备战 力量 体能的充分备战 而且加强是一个主动成功 哦 联系的进攻 看来大东翔教练团队对胡亚飞的信念有效果 非常有针对性 来自 好裁判警告你不能吐护齿 对罗曼诺呢 这也是一个小小招数啊 小伎俩 联系的正进攻 我们看到罗曼诺的体能出现问题了 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 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 是 自己在吐护齿在回复自己的呼吸 对 不要大 这会儿呢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不要给对方喘息的机会 胡亚飞出动作 如果不出动作 只是压制的话是没有分数的 最后的几秒钟 哦 到 啊 卢曼诺在强力的进行搂棒 是 哎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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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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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